猫吐白沫怎么回事 其实吐白沫还是吐黄水 还是吐就是透明的粘液 其实对我们临床医生大部分的印象就是 它有胃部不适 除非它有吐一些典型症状 那到胃部不适的时候我们要去分析 它能造成的原因有哪些 可能从最简单的 它就是毛球比较多 肚子里面毛球比较多 所以它会有吐这样的情况 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胃寒 它会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有的时候是急慢性的一个胃炎 或者是有胃溃疡 或者是有异物的阻塞 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我们还要去同时去鉴别的是 其他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它吐的时候 精神状态都还蛮好的 饮食吃喝都正常 大小便也无一样 它一个活力都非常好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注意观察 但是如果同时我们会发现 它精神它没有那么好 或者影响到吃喝 或者是大便 开始出现或干或细 或者是有便利这样的情况 那这时候有可能是急患的发生了 在这个时候 赶紧送到医院里面 去做一下最基本的鉴别诊断 越早的找到的原因 越早的去干预它 治疗效果往往都是最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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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